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全翁禅正在上海参加全国跳水冠军赛 那么从目前落下帷幕的女子十米跳台比赛中 她和陈宇希搭档成功打败对手夺得了冠军 也是全翁禅今年拿到了首个跳水冠军 而在这一次夺得冠军之后 我们了解到全翁禅在最近还收获了两个非常重大的好消息 也是对她这么多年付出的努力的一个重大回报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这一次获得了全国冠军之后 全翁禅接下来是有希望能够得到一笔重大的奖金 当然这笔奖金到底是多少 我们从主委会这边的信息当中没有了解到 不过按照过往的一些照常惯例的话 其实你一个选手能够获得全国冠军 即便是国家队没有给你奖励 你的省份队伍应该都会给5到10万的奖励 所以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 对于全翁禅来说 接下来起码能够得到几万元的奖励 对于她的个人生活包括家里面的条件 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 那么这个消息我觉得对于全翁禅来说 其实就是最直接的鼓励了 她能够激励她在后续继续努力跳出更好的成绩 来改善自己家里面的生活 除此之外 就在最近我们看到了 根据姓名晚报的社交平台当中透露的消息 全翁禅在最近还受到来到上海这边的相关体育中心 来和这些小孩子一时起练习跳水 而且还指导了很多小学生在跳水方面的一些 相关技术特点问题 助力他们能够跳出更好的水平 那么从这个身份转变也可以看到 全翁禅这一次是受到了官方以及国家跳水队的重用 并且邀请她成为了这些小学生的辅导员 就希望她能够借用自己的能力 来和这些小妹妹小弟弟他们一起成长 所以从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全翁禅来说 同样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肯定 她能够让全翁禅走出我们国家队的队伍 走到外面的社会去 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来回馈给社会 来助力更多的一些孩子在将来成长为跳水方面的人才 我觉得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了不起的 对比之下的话 我们看到整个中国跳水队也就只有全翁禅有这个待遇 对她的队友张佳琪陈雨昕来说 估计都会十分的羡慕 总的来说 这一次全翁禅依旧没有让我们很多粉丝失望的 虽然说此前经历的发育难关 但从目前的表现来看 全翁禅已经逐渐克服了这个难关和问题 我们有理由相信和期待 全翁禅能够在今年下半年的比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为明年的巴黎奥运会做好各种铺垫和准备 也期待她能够在明年16岁的一个年纪 继续帮助中国队拿到两块非常宝贵的金牌 希望她一定要好好加油 当然最终我们也祝福中国跳水队 包括陈雨昕这些年轻的小将 希望他们也能够继续努力 和全翁禅他们一起拿到更好的成绩 我们中国跳水队 包括整个中国体坛的希望都在这些年轻人身上 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榜样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